194 明報 打造浮島航母鑽井臺開建 2015年7月27日中國A16 明報專訊 內地正在大連市建造的海洋石由982半潛式鑽井平臺 可以以海島或島嶼群為伊托 由多個平臺可拼接成總長2,400米至3,200米的主體平臺 成為超大型海上人工島、將碼頭、浮動船路、停機坪以及機場跑道等設施用為一體 這標誌全民已教的中國超級巨型浮島航母終於正式啟動 可連城3,200米長巨型平臺據中央電視台報導 正在北京舉行的國防科技工業均民融合發展成果展 首次亮相的海洋石由982半潛式鑽井平臺模型引人注目 該平臺長104.5米、寬70.5米、最大鑽井深度9,144米 可在1,500米水深海域外從事海上石由天然氣陷探開發 中船重工集團技術人員稱 該平臺總共可容納180多人在上面作業 已在船路內開始建造 預計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成型 專家遼基地造價200億據觀察者網報導 海洋石由982 7月1日已在船重工旗下大連船駁重工集團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開工建造 海洋石由981去年增到越南聲稱的專屬經濟區鑽井 由引發越南國內大規模的反華蘇聯 該平臺6月下旬再到南海開展轉探作業 較早前 中國專家首次透露 由企東發展集團開發的行價式超大型海上平臺項目進展順利 全民已舊的中國超級巨型浮島航母終於正式啟動 內地軍事專家雷澤指出 超大型人工浮島技術簡單 造價相對低廉 早建一個50萬噸的海上浮島基地 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左右 在西方太宇文部提供